这个就是香水百合的种球 我们来看看它的花朵 香水百合的花朵硕大无比 它是世界著名的鲜花 你随便进去一个鲜花店都可以买到百合花 这香水百合就是这么出名 而且它的花香真的非常浓郁 这个只有真正养过它的人就知道 自己种出来的香水百合 比你在花店买的香水百合还要香 因为花店里的香水百合 它放了一段时间香味已经散掉了 你闻着香有可能是它自己喷上香水的 但是自己种出的香水百合 那个香味完全不一样 真的是沁人心脾的优香 我们再来看回它的种球 你看这个种球多么的鲜嫩 芽点已经很高了 所以说你种进去是必发芽开花的 那买回家的香水百合种球 我们应该怎么种呢 这场课程我就来教大家 我们来看吧 那我们拿到香水百合种球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它倒过来 来处理一下它底部的这些须根 这些须根呢 我们全部都不要啊 只要看到了 可以一把把它剃成平头 给它修剪掉 那为什么我们要修剪掉这些须根呢 因为这些须根很多都是老根 它已经不具备吸收水分和养分的能力了啊 而且你留着呢 也没有用了 关键是留在土壤里还容易生病虫害 剪掉之后呢 它发根的能力就会大大的增强 发出的还是新根 所以说这一步修剪很重要 那修剪完成之后呢 我就教大家怎么种 我用一个这个花盆来举例子啊 说一下百合的栽种深度 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呢 如果你家里的花盆 跟我这个花盆一样啊 比较大一点 那么你种百合的时候呢 我们要稍微种深一点点 从花盆往下数数数 数到一半的距离的时候 就种在花盆一半的距离 不要过下啊 它过下的话呢 根系的位置发育空间太少 过上的话呢 也不好影响种球的生长 中间的位置最合适 但如果你家里的花盆比较小 是小型的花盆 我再搬一个花盆过来举例子啊 比如说这样的 或者比它还要小 那么你种的时候 就要偏上一点种啊 偏上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种到中间的话呢 下部的土壤太少了 它的根系往下涨了 下方的土壤太少 它发育的空间就太少了 所以要偏上一点 那地栽的话 那就没得说了 地栽是一个巨大的花盆 相当于所以你直接栽深一点就可以了 地面五厘米以下的深度就行 所以说有这样的一个技巧 小盆往上栽一点点 大盆呢 往中间栽 栽种好之后呢 直接给它浇透水就可以了 浇好水之后 养到通风向阳的位置 让它进行充足的光照 百合花是喜羊的 千万不要养在北洋台 一定要搬到南洋台去养 后期浇水 保证干透浇透就可以了 土壤干透就浇 不干就不浇 保持这样 百合花现在种下去 今年就会开花 可以啊 闻一下百合花 独特的香味了